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正下回赵少康请假 就让你来继续说 看观众看不看得出来 反正闻到请假的时候 经常都是徐老师带来 对对对 没说 最近现在说什么呢 大股灾啊 你们俩得意了 肯定你们俩不超股票 什么又没超股票 要没完股票吗 我到处听人说 这跌的一跌签证啊 你怎么样 我全抛了 不是 我跟你说 大杂泄活了 你说人家日本人 日本AHK放纵协会 放纵协会 日本AHK放纵协会的 那个头头鞠躬辞职 你看见了吗 新闻最新的 他为什么辞职 因为居然电视台 还有这好处 底下有两个员工 看了还没播出的 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说 有一家隐事公司 要收购一间 好像是寿司店 那么你要看到这个消息 这个隐事公司股票会涨吗 对 所以这两个员工 电视台里的员工 就先去买了这个股票 然后获利 其实也就两三万块钱 好像就是 但是这个事 这家电 等于电视台领导出来辞职谢罪 这就等于梁锦松买那个零字 梁锦松买一个房车 因为香港车子 但那个还不要 因为他是官 对 这个是一个 那个是官 他是知道消息 他是制定政策 对 没错 可是中国炒股的最得手的一些人 就是靠了这个图 内幕消息 就是靠了秘书党 活跃 有很多人就要蹭秘书党 就是靠了 就是那些公司之间 你想 多多少少 这条铁路要修了 那个桥要怎么样了 这个公司要哪里上市 这里要哪里洗牌了 你知道他们自己转移 不给你们吹集结号的 知道吧 但是徐老师 你知道我的体会 这主要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对这个社会深深的怀疑呢 因为我对任何消息来源都不可信了 我听的太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股票你买 问他肯定 告你12月份的时候 你就卖 我跟你说 有一两宗是真的 有一两宗 但是你怎么判断呢 你怎么判断 谁说是真 谁说是假 都说是哪个董事长身边的人 甚至是董事长的老婆 明天你赔掉了呢 你去找他呢 他说他也赔掉了 他不认账啊 所以不是 他不认账 他说他也赔掉了 现在的事情是遭到什么地步 最近一次矿难吧 我们每次矿难不是谴责这些矿主 就是非法开矿的人嘛 经营者嘛 最近这次矿难 这个经营者也在里面死掉了 对 对 最限哪一次 就是这两天 二十个 二十个 再零 对 这矿难消息是连环的 所以你一不注意就搞不清楚哪一次了 对 可是最近这次的特点就是说 那个经营者也在下面死掉了 对 他也 他也变成受害者了 对 哎呦 这个真是 股票 股票 股票啊 尤其他这个随时的变化太多 比如说他如果提前一两个月告诉你 到十二月放什么 他怎么知道到时候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怎么样 现在这个金融资本市场是全球化的 我听你们老说那个什么美国 是这次 次案风暴 次案风暴 啥意思 是这样 就是 呃 你银行 比如说借钱给人买房子 就有一些人呢 其实呢 他没有 这个良好的 手术的能级 呃 付款能力 过去的付款的记录也不好 信用也不好 但是依然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一些金融机构 愿意借钱给这些人去买房子 嗯 然后这些人不就欠了这个金融机构 一笔债吗 一笔信用吗 他再把这笔债务 这笔信用 拿去包装一下 给一些的公司 让他们分拆来 结果变成了一种资产 这是个资产 在市场上面去发售 去转让怎么样 那最后呢 这批人呢 他结果还不了房款 因为经济不好 其实是 这个次案风暴的起因 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不好 基础不好 所以这批人 他丧失还款能力 那么当初呢 批钱给他们的时候 那这就是热钱太多嘛 就是钱要找地方放 那这些人明明你知道你借钱给他 他还不起 你还要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钱反正呆着也是呆着嘛 就盲目的放了出去 就到最后这些人都欠债 还不起 这些账就变坏账 这坏账已经拿去市场上卖 而卖的时候呢 中间有些评级公司呢 居然当初还评级 嗯 这个信用可靠 还说这个不错 无净级 现在变不良资产 现在全变不良资产 结果一波 接一波这么一个骨牌效应上去 到了最后很多老牌的大的金融机构 什么美龄啊 汇丰啊 全被这个弄的就是坏账一大堆 结果啪啪啪啪 一直露倒下去 哦 这就说这次骨灾的这个 这次算骨灾嘛 算 这次算小骨灾 小骨灾 他们说即将进入了那个叫什么熊市 对 不过我自己啊有个常识判断 我根本不懂股票 我有个常识判断 要是它跌得太厉害的话 就应该去买了 假如有钱的话 问题是你还不知道 它还这么厉害 就大家都在叫 惨惨惨惨 那时候 那个时候 你应该去买了 假如你有钱 我现在没钱没办法 对就是 就是我们两个从来不玩股票了 是吧 我玩过 我们再说就了 我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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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的 讲话 我经济危机 九七不金融风暴嘛 对 你那时候 风暴的一塌糊涂 香港跌得很低很低嘛 你就去 结果我就去买了 我问他 汇丰 我就买最最保险的那种 然后他就说 最少要四万块钱 对 那我就买了四万块钱 过了两个月 就变成六万块了 我就熬不住 把它卖掉了 哎呀 你熬下来了 那就好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呃 四万就变成六万 那我假如买四百万 就变成六百万了 四千万 所以这真是暴力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真是 哎呀 这个 而且我觉得弄的人呢 就广州话叫什么 森大森塞 对 这两个月 我损失可大了 整天在关心啊 没错 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发现 老西包 我觉得这个 哎 时间就是金钱 对吗 我后来发现了 我琢磨股票的 这些个时间 是什么呢 是一种强迫症 因为什么呢 我琢磨三个小时 毫无用处 其实我本来应该 用这三个小时 做一些有意义的 对 准备三人行 对吧 准备三人行 没法准备 我跟你说 他就对一个 有正常工作的人 我这次是有体会了 就是打从你买了之后 啊 你就看了 什么时候卖啊 什么时候抛啊 一会涨了 一会跌了 你这个 其实完全是个心情 你也做不出 什么英明的决策 但是你就 就人呢 这个心情 一直就悬在 这个地方 这边太耽误时间 而且他老记得 他最高的一点 对 所以你 你五十块买的 变成两百块了 后来变成一百九十块了 你就觉得你损失了十块 其实你根本没损失嘛 对 你是五十块来的 对 人呢 就跟做官一样 你一次做到个部长了 嗯 一辈子都记得自己是部长 对 然后你 订一个价 你打电话 给那个经纪 你说抛 你知道那个时候快的 你比如说 我说两块钱抛 豆先生你不要放电话 你不要放电话 啪 已经抛出去了 已经抛出去了 你知道吗 电话没打完 光机就抛出去 一抛出去 我马上后悔了 哎呀 这么容易就抛出去了 我就价钱定了 我应该两块二 这个人呐 哎呦 挺好玩 但是你保底 就是说 你预 我预 预 预好了 这个钱 咱就是没了 对 也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人生 就像赌钱一样 对对对 你去赌场 对 我就拿这么多 是这么多 就这么多 我每次去拉斯维加斯就拿出一百美金 早早输掉 早早完事 嗯 对 就是你是想去输钱的 说钱 咱们换 换个话题了 甭 甭讲 这个 豪家 你看全球股灾 太可怕了 咱不讲这个 咱讲讲 咱最近的事儿 最近你知道这个 文道应该有兴趣 跟这个城市管理啊 有关系 最近好像是全国的城管系统的这些个局长 干嘛 开什么联系会议吧 嗯 有鉴于什么呢 天文城管 打死人 然后发了一个什么联合公开声明 这城管啊 不打人了 不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哈哈哈哈 怎么说的 不是 咱不打人了 我记不住 大概意思就是咱们要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 这不是说 他家附近一个饭店 文统贴标语 本店不打骂顾客 我以前坐火车也见过嘛 以前我从深圳上北京的时候 做那个硬做 有一节车厢 他也是写着这么一个牌嘛 就是他的服务标语 服务承诺 他用中文写的 我跟一个老外在一块 他还看不懂 叫我翻译给他 把他给吓坏了 为什么 其中一条就是 本节车厢将做到 不打骂乘客 本店不 你说的也对啊 没错没错 我们那有的那个教育系统 发那通知 还是教师不准猥亵女生呢 最近广东开会 忘了什么 正协不了人大 什么开会 有章程规定 会上不能打瞌睡 咱们先去下广告 可以聊聊这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 你知道城管 咱也知道 就是打人 也有城管 被小贩捅死的 也有这样的事 就这种冲突 城管打人 你知道我就想起什么呢 其实让我 我想起的 当然另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基层的 环境 社会中下层 街头的环境 是什么环境 你知道有一次 一个工人跟我讲 就是说 像我们说 你们电视台啊 你们其实 都是知识分子 你们还觉得 文文尔雅 好像有些行为 很不文明 他就说 那个 在工厂里 在车间里 其实人跟人的关系啊 你是很粗暴的 那不是你能想象的 那工人可能就说 就叉叉叉 就全是这个话呀 经常就 一言不合 就就就打起来啊 你像包括 秋吉打官司 你你记得是 为什么吗 不是那村长吗 崩一脚就踹这个村民吗 就在很多这种 基层环境里 他的这个人跟人之间 你比如说 还有一个演员 曾经跟我说 咱不是有到农村 什么下乡 问问演出吗 他亲眼看到的 他说你也底下 那个农民们的 老百姓不是 在坐在那露天 看那个演员演出吗 看的后排 不是站起来吗 那旁边维持秩序的警察 你这怎么维持吗 那拿一长长大竹竿 一看着弄去 就骑着脑袋 就打过去 对你明白吗 这就让我想起啊 其实在一些 就说 就基层吧 咱就说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时候就是很野蛮的 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基层民众 草民就是 就是不管不行 所以才需要 我不是这个意思 层层叠叠的这个 保安制度 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你城管 肯定你不能打人 你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是说 我想起来的就是说 就咱们这个社会 不 我凭我个人的经验 我想起两个事情 第一就是说 没有一个地方 我去过的所有地方 像中国这样 有这么多层层复杂的 保安人员 制服是分不清楚的 很多是很漂亮 像国民党军官一样 其实是 是一个 稍拿的这个门口的 护卫 护卫之类 这么多层层叠叠的 就是暴力的管理 你知道他这种都是执法 其实都是 间接的 都是执行警察的责任 可是他化身成很多 大大小小 一直到上海街头的 这个老太太 管你 你站在马路 你一个脚踩出来 把你吹上去 都是执行一种权力 这个是特别多 那么这个特别多 就牵涉到一个假定 就是说中国社会人 这么多 这么复杂 尤其现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 不这么管 不行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假设 我现在想起来 我在农村待过六年 做六年农民 我在钢铁厂 待过两年 钢铁厂真的都是出人 讲起来 再快拉快 这个是 可以讲江海话的吗 苏北话 那快妈妈 这个 那个路顶记看 我们也苏北 可是没有很多大家的 对 工人工人之间 自有一套道德 没有那么多碰来 就会打 没错 农民村庄里边 也极少有使用暴力来打的 对 那个而且是在文革的乱的时候 对 如果有出现这种 总是你有权力 要么就是如果两个人 大家都跟权力无关 是张 李二狗 张大爷 这么打呢 很容易协调的 村里的年纪大来 扯出来 谁几句 说几句 罚一些 把人家打出血来 什么时候会大家引起集体愤怒 就是你要代表一个什么 杖势欺人 你是政治队长 杖权欺人 你是什么什么 然后你去批斗人家什么 这种情况下才会 就是有权力因素介入 一般民间 中国老百姓生活这么多年 永远都在打骂 我自己看到不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经历 那么多的切身经历 像许老师 但我比如说 以前看以前的中国的传统的 一些的笔记啊 小说啊 你也看得到农民社会啊 或者现在一些人类学家 做的调查 中国传统社会 不像今天那么暴力的 其实 就我还有个感觉 除了刚刚你说 中国有那么多不同的 这种执法人员 管理人员 保安人员之外 还有个特点 就中国人今天 是很擅长用暴力的 就是你常在街上 比如走着走着 就看到有人打架了 很小的事情就打架 比如说很简单嘛 比如最近珠三角 这一两年很多那种超市 比如抓到一个小偷 抓到一个小偷 他不是马上报警 不是什么 是先把他做一顿 那么有时候 那个小偷还是冤的 就比如说 可能一个女的 大的肚子 怎么摸东西 忘了给钱 一下子 就暴打一顿 打到流产 就这种事常出现 就他怎么会那么快的 就达到要打人 那个地步 这个东西很奇怪 就是说 因为以前传统的社会 我们觉得 一个人 从对一件事情不满 升级到去要打 中间是经过很多阶段的 中间很多步骤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 是我们中间这些步骤 跟阶段 一下全省略了 对 你看 你想得 你想得让我想起啊 最近王硕又又出本书 叫《星狂人日记》 我觉得挺有意思 王硕写的 王硕写的 就他平常在网上的很多东西 都汇集在这 然后我一翻呢 他看着咱俏俏 咱们在电视里头聊 他在 在电视外头聊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 他的眼光很毒 就有一次我们在节目里聊啊 就聊这个 就说你别人 网上那些网民们说话 对吧 我们就会让我们感觉到 而且网上的很多争辩啊 让我们觉得利器太重 就这个字嘛 就是一个户 门户的户 里边一个犬 就是利器重 我们不是在聊这个话题吗 你看他这说的 你看他这说 看枪枪三人形有感 他说 利器重 那是因为社会矛盾 尖锐 突出 这就算够好说话的了 这要搁在你们香港 台湾 美国 任何一地儿 你想想 你们 他们 大家伙 还能那么儒雅吗 斗哥 横桃兄 我倒觉得他说的 挺有道理 而且我想起来 就前阵子 我看过孙丽萍老师 他写一个东西 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 因为孙丽萍最近几年 很喜欢强调 做人的尊严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 他说今天中国 比如说我也的这种贫富的矛盾 有时候你看到他的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人没有尊严 比如说现在深圳也有一些给人洗脚的那些竹育场啊 里面不都是一些盲人来给你服务吗 很喜欢找盲人来洗脚啊按摩吗 他说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你钱给的更多一点的话 那个帮你洗脚的或者帮你按摩的人呢 他能用舌头舔你的脚 这是个明码标出来的一种服务项目 他说人的尊严怎么能被践踏到这种地步呢 其实这个就回到王老师讲那个 他说社会矛盾很尖锐 其实所有社会都有社会矛盾的 对 这个尖锐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赤裸了 赤裸了 没有宗教 没有宗教 而尊严是什么 说穿尊严是面子 就是说做人的底线是要大家讲面子 打架就是要不要面子 而且你知道就是很多事啊 我会觉得啊 你比如你在网上你看很多人说话呀 其实倒不见得是他说的那件事 你感觉到的是这个人心中啊 有一种深深的愤怒 仇恨不满 那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不是说什么香港 台湾就是什么公平的社会 在哪里没有公平的地方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你比如在这个 咱就说内地的社会 很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会碰到说敢怒不敢言 坏人一个个春风得意 你知道吗 贪官一个个贪了就贪了 这个老百姓啊 他你比如他会不会 他这个这种愤怒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可是在香港也有很多坏人春风得意 也有很多贪官就贪了 怎么下面就没这么多愤怒呢 我刚刚就说这个嘛 就说尊严是什么呢 尊严指的就是一套 其实就文明的外衣 讲面子 比如说我觉得你刚刚讲香港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然后讲讲香港 枪枪三任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所谓文明是什么 就有个荷兰社会史 大家伊利亚上讲 文明就是一连串复杂的制约 我刚刚我们讲面子 讲尊严的这种制约 这香港很多坏人 但是这坏人干坏事啊 他没那么赤裸 他还是有点制约 比如说在他吵架 香港很多东西学英国 学的不彻底 你去看英国那个议会 吵架很好玩 就两边 明明是死对头 我恨你恨之入骨 但是起来说话 尊敬的这位什么什么先生 刚刚您说的真是太精彩了 怎么样怎么样 废话一大堆 可是我有几点 我还是不同意的 怎么样怎么样 才去说 这都是虚伪 而且他们坐得很近 他们那个绿的皮的椅子 距离坐得很近 明明就很窄 男人跟男人还挤得很近 但这个东西 我们看是虚伪 但文明就是虚伪啊 就是这么一层薄薄的 这种外衣在制约你 我觉得现在我们行使权力的方法 比如说城管打人 比如说那个丢垃圾到人村门口 那是一个什么 赤裸的行使权力 他没有包装 你觉得为什么 我们现在那么仇恨一些有钱人 他给你的感觉 某些的地方的腐败的官员 或者一些作风很不好的 他给你的感觉就是 他很赤裸 他行使他的财富跟权力的时候 是赤裸的 他没有任何包装的 没有掩饰的 开完一个会 回到自己县里头 能够大张旗鼓的叫公安都出来 要像当年邓小平月兵一样 看到那些收场好 检月 欢迎 月兵 还有一个事情我一直不明白 尤其在广东这一带 你又看到没有 大大小小的店 他一定要叫他的员工 跑到外面街上来 早上站成一排 对 你看到我这种景象吗 对不对 理发店也好 什么馄饨 吃小吃店也好 这个在有些地方不大有的 就是广东这一带特别多 然后呢就有个像公投之类的东西 出来训话 叫训话 然后叫他们各种各样的 然后这一批人就在那里 这个 这就是赤裸嘛 还唱歌呢 你知道吗 还排舞蹈呢 一般最多的是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然后呢还要唱老板 给他们编的东西 这以前是学日本的 因为日本以前就爱干这种事 是吧 对 然后台湾学了 台湾学台商又把他带到网工去 但来了这边 这网工就把他编 在哪里